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超有自信表示 我无计好想赢 因为我赢做好多么的比赛 同样的林敏聪对于球赛亦非常有信心 我从来无练播 不过又从来无输播 事后亦笑颜志在参与而已 而提到近日为了庆祝抖音有过百万粉丝 再次扮演著之山绘画小鸡卓米图的片段引来不少点集 他亦没有想到有如此大反应 我都顾无到反应甘大 拍抖音有趣吗 我觉得挤得意 影向人开心 短短的衣食 二十秒言我 又单引号 另外 提到TVB音乐长寿节目竞歌金曲将在本月结束42年的历史 问及会否感到可惜 乐歌就表示 毛哥 每一样也有期有落 会有新节目出 而有者TVB将会推出新节目J Music接棒 而当中更为严明西之指 特设专属环节之新批撑起节目 问及可认为他能否担起大旗 他就赞不绝口 我觉得戏近了一十年里 好特别 等于当年我弟弟到梅艳芳 乐歌感觉 我会觉得曲会的 会成为像一个美姐 天后 无始同人一样 而戏我觉得戏一个音乐入面有直速 唱的 有外形 我觉得曲1Q好高 又单引号 而林敏聪都对芝芝给予肯定 德哥 唱加班里 你对曲感觉点 唱的 竞歌金曲 竞歌乐结束 叫无觉得可惜 早走早着 认真搞笑 感谢您收看孟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